還在市場買這種一成不變的紅包袋嗎 今天用Samsung NOS再加S-Pen 教你製作出個人化的紅包袋喔 好那我們首先先透過感應快捷環 那打開一個筆記之後 我們在Samsung NOS裡面 最方便的是可以匯入PDF檔案 匯入這個紅包模板之後 先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等一下做完之後 我們要把正版面黏貼在一起 好所以這個圖形辨識工具 它相對來說就可以把那個 原本手繪的歪歪的變直直的 沒錯 好那紅包的背面呢 我來畫一個分隔線 好這邊呢就是紅包的背面啦 背面讓大家稍微知道 首先一個紅包袋上應該要有 要有一些那個吉祥化 對對對要有一些吉祥化 欸那今年是虎年嘛 啊我只在乎你 我只在乎你跟我只在乎你 就是一線之間嘛 我覺得這很有 跟內容物有關係 有意境 好我就決定用這個來做 好那我們呢要製作這個 我只在乎你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透過線上的這個 毛筆字生成器 像我字寫的不好看的話 就不適合直接自己寫 好首先呢 那我們就先進入到我們的 產生器 毛筆字產生器呢 這裡就可以輸入 好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產生一個 就是不同的毛筆字字體啦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 好我們透過假檔的方式呢 就完成了這個 我只在乎你 欸我只在乎你 欸但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子就會跨越到紅包的 好像格式怪怪的 格式怪怪的 怎麼辦 但是這裡沒辦法調 那我教大家一個很好的方法 首先啊 我們可以透過 上方有一個套索裁切 把這個字直接圈起來 那就會單獨變成一個字 蛤 哇 厲害嗎 所以可以自己重新排 把橫的變成直的對不對 對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那整排都不見了 對啊啊怎麼辦 啊沒關係啦 我們這裡有一個倒退間 先變回來 然後呢我再壓住它 然後我們先複製 五次 因為等一下我只在乎你 啊各擷取一次 對 哎唷好聰明喔 當然 我們貼完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開始 剛剛的這個套索裁切 我 感覺還蠻OK的 感覺蠻OK的 那因為我覺得就是 等一下我們再稍微微調一下 這個字體好了 好 那這個就是基礎的方法 那等一下我覺得下面可以 就是有一隻老虎 對 那我們背面呢我也覺得非常的重要 因為呢我覺得背面也要一隻可愛的老虎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也其實準備好了背面的老虎 好我們來 好我們一樣把它插入進去 但你知道啊 網路上下載的老虎 通常有可能會是 別人畫好的 然後有著作權 所以我要克制一個我個人畫的紅包 我剛剛已經其實採好圖了 那讓各位看看這個神奇的圖片 好 好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們前面有可愛的老虎 那後面呢 也有我這隻 可愛的母老虎 有沒有 我就稍微調整一下 把這個虎頭改成自己 增加了一點這個 紅包的趣味性 那你剛剛那你把那個 就是老虎的頭換成你的臉 這是怎麼做的 首先啊你就是開相機嘛 那先拍一張照片 這個應該很簡單嘛 然後呢很簡單 我們透過下面的編輯按鈕 好那大家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圓形嗎 這個套索功能 對 那那很方便 你只要用你的AX片 給它這樣子圈起來 那因為母老虎的臉不用太大 這樣圈起來 這樣OK嗎 好OK的話我們就按完成 耶 所以頭就是這樣來的 頭就是這樣來的 但你也不用太害怕 想說怎麼這麼大片 因為呢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直接在 我們的這裡面插入 那它其實就是變成一張小小的圖片 製作完成之後 我們其實就可以把 這裡剛剛 就是給大家提示的這些內容 就是再把它刪除 接下來一點 我就在它那個老虎的上面 好 那我們把它調整一下位置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來繪製一下這個 左邊的一隻老虎 虎虎生風的老虎 有沒有 跟我這個背後的母老虎 是不一樣層次感覺的 不然我們透過分割視窗 來看一下老虎怎麼畫好了 用零模的方式 首先我先把Samsung Nose 用分割畫面 檢視開啟 再來呢 我來找一下 Q版的老虎 應該對於我來說 很簡單 好可愛喔 如果拖曳的方式 先把這個老虎的圖片 拖曳到Samsung Nose來了 那我現在要開始做零模囉 剛剛呢 如果大家要把老虎 直接拖曳到Samsung Nose裡面 那其實透過剛剛的 多重視窗的方式 是很簡單的 但是有一個小訣竅 大家一定要記得 就是要透過我們內建的 三星瀏覽器才能夠做喔 如果你開的是Chrome瀏覽器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執行 拖曳這個動作啦 所以這個小秘訣呢 在這邊跟大家做分享 我們差不多已經完成了 那個剛剛零模的繪製 真的很像很可愛 是不是覺得我的繪畫功力 很厲害呢 是不是也被我的客製畫 紅包帶給吸引了呢 透過這支S-Pen啊 過年也可以在家裡面 畫出家瓶如潮的紅包帶喔 遇見的話 好 nervous 如果您收拾一下 有的